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00米长的风筝 它已经成功上天了 那前面那个风筝好长哟 放大一点看一下 就是一条蜈蚣在天上飞 太厉害了 这个大哥一亿人飞了两个风筝 一条蜈蚣还有一个老鹰 你的风筝是哪一个呀 这个 现在是放风筝的季节吗 可以这两天这个 风比较好嘛 我就看到这边放风筝的好多呀 还有小孩也在这边放 他的都放得比较好啊 这在这么远了都 现在大哥在收蜈蚣呢 这蜈蚣有多长呀 这蜈蚣 100米 这个蜈蚣有100米啊 哇塞 收下来看一下长啥样 回来了回来了 蜈蚣在回来的路上呢 有100米 我想他下来了之后看一下 到底有多大 他是这种 一个一个连起来的 放远的看就像蜈蚣 下来了下来了 真的是有100米啊 开始他说我还不信 但是这样近距离的下来了之后 真的是有100米 你不相信我干脆 我就会看上去拉摩小 怎么可能100米嘛 结果放下来了之后真的有100米 非常的长 看一下怎么收的 哇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么神奇的风筝 你看就是这种一个一个连起来的 哇尾巴还在天上飞了 现在这个帅哥要放这个300米长的风筝 我们来学习一下300米长的风筝怎么放 很有意思 我们还从来没看到过这种 这个风筝还要一个一个清出来 不然他要打脚 是吧 现在要过去把它摆出来了 它就这样清好了的 现在把风筝一个一个牵起来 现在要开始起飞了 帅哥在前面拼命的奔跑 要把风筝带动起来 哇 这300米的风筝 最后的尾巴已经起来了 看他一会上天是什么感觉 哇这种升天的感觉真好 这么长一丢 这才一般呀 哇 还不到一半 还不到一半 这我觉得这个150米了吧 比刚才那个100米的长多了 将近200了 将近200了 这个一共是多长的呀 400 哦400的呀 我依据为300的 太荣幸了 从来没看到过这种这么长的风筝 后面的都要这样一个一个放上去吗 对 都是一个一个放上去 哇这个力很大呀 至少都是我感觉有二十三十斤的力了 现在一个小孩拉不住吧 那个垃圾都还不算大就会 如果等会风再大一样就帅不住 如果风大的时候 但成年人都拉不住哦 到后来 以后你全部放上去了 就得好几个人帮忙 这种风筝的线都是特殊的 三股 三股这么粗的线 不是一般的线 一般的线拉不住的 对中间还穿着一根细线 这个里面 这外面是编织线 中间还穿着一根立面 钢线吗 中间是 雨线是不是 雨线那种 也不算是雨线 这种也就是风筝线可以说是 放到后面是四股线了 因为拉力变大了 那个头那边是一股线 两股线三股线 现在已经变成四股线了 最多就是四股吧 如果往后面加的话 可还五股六股七股 五股六股七股都有 对 因为今天出来我就带了一筐 还有这么一筐的 哦 还可以再接 对 你最多放过多长的 也就是个六百到六百多 因为这个拉力大六百多 有时候就拽不住了 它就跟着风向走 风小的话可以多放一点 像风大的话 有时候就放个二百米 就差不多了 风大 看着放风筝要风小才行 我们一直以为要风大才行 风大是像那种的可以风大 这种风大了拽不住 哦 这风筝是你自己做的吧 自己做的 猫猫去感受一下放长风筝 是什么感觉 如何猫猫 感觉好不好 好 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真的是 怎么每天出来都有惊喜 到章业这边来 觉得太好玩了 对吧 待了半个月 还觉得没完腻了 就是你早上来 早上来放风筝 就看多这个地方 哦 早上多啊 三四十个风筝 早上风更好 对 早上你八点以前来 风筝多 哦 现在这个拽的力 已经很大了 放在那个 隔大前 必须要戴着这种手套 才行 不然很痛的 现在是把龙头装上去 这眼睛还可以转 这个龙头压上去了之后 就从蜈蚣 变一条真浓 你这个现在再放一点 现在放一点 对 这个龙头看上去好有气势 现在开始放线了 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 那么我做你的彩虹 如果说月亮是可夜空的瞳孔 那么我做你的烟火 我做你的烟火